我真正看他一直不送 如果今天要说 我真的看他很不爽 或者是我真的不喜欢他 除了I really don't like her 或I hate her 还有什么其他的说法呢 我们今天来学英文里面另外五种不同的表达 第一种呢我们先从比较婉转的开始 就是你想要让对方知道你其实不喜欢这个人 然后又不想要用到太强烈的字眼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 She's not my favorite person 第二种呢你可以说 We have some bad blood Bad blood的意思就是那种 不爽的感觉 有可能你们之间有一些过节 或者有一些嫌隙 第三种一样的意思 There's some beef between us 我们之间有一些牛肉 就是我们之间有一些不愉快 第四种可能这个人做某些事情 让你跨得一点就什么头 这时候你就可以说 She makes me sick 第五种呢用来形容 讨论的主管或者同事再适合不过了 就是 She's a pain in the ass 意思就是这个人很令人头痛 可能很难搞 妹妹嘎嘎很多 我的英语口说课程已经在好好好学校开始募资了 在这堂课里面呢我们会教你一些美式道地的惯用语 流行用语和俚语 也会教你一些发音技巧 现在赶快到我个人咨询栏的连结 用早鸟的价格加入这堂课程吧 也会词管理由